继续第十四章第十六节 那再在云上的就把黏到荣在地上 地上的庄格就被收割了 好了 昨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看到原来人类是因为这个过程 而导致神类产生了我们的一个称为救赎的计划 当然按着神的预知 神一早就已经预定了 因为圣经讲由创世之前 神已经预备了被杀的羔羊 所以由阿当犯罪之后 神就正式启动了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称为时代的方向 神的时代方向就是人能够与神同在 与神并存 而最大的士金石呢 就是将会是他在人类历史当中 所放下这个约柜 约柜一来到人类历史当中 大家都知道他不能够与约柜并存 但相对能够与约柜并存的二人 他在约柜里面经历这个祝福的 而这个在大卫时代是我们亲眼见的一个历史事实 就是若跪入圣案之前可以画一个小故事 在神开始整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人类已经可以画走入一个 窮途末路了 人类在阿当后裔 一路显身的时候 其实人类只能够活在黑暗当中 他们和神的唯一的关系就是献祭给神 将他们生命一部分 借着他们所献的这些凡祭 或者各样的祭物 无论是地上的初熟的果子 又或者地上他们自己所养的这些生畜 他们唯一和神的关系 就不像阿当那样与神同行 他们只能够单向的向神献祭 因为神如果相向的话 基本上他降火下来 简直可以说消死人多过消死的祭物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下 人类在历史上只能够在阿当之后 是神教给阿当 所以你会看到阿当的子女 开始就已经懂得单向去神献祭 当然这个是神教给阿当 其实原因就是提醒人类 整个人类历史给人类知道 神是有一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只有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满足了神的公义之外 亦让人的可以说他的圣结 人的公义去提升 所以你会看到今时今日的教会 很多时候教导有一个极大的错误 那些只是针对神满足他的公义 所以显了这个无罪公让 但如果这样神当日就不需要 要将这块皮给阿当夏娃去遮蔽他们的赤身露体 原来神除了使我们清义之外 我曾经分享过就是清义之外 神都要下一步就是使我们成圣的 圣殿就是为了制造这一件事 如果根本只是献祭的话 根本神不需要制造圣殿这么多其他家司 和里面的祭司体系 对不对 那由头到尾叫人陆续去献祭就可以了 献祭其实是说整个故事的开始 就是满足神的公义 就是人的罪神 既往不救 这是轻易 但是将来我们需不需要行义和成圣 是需要的 这个就是使我们分为败子 墨子 或者康悲之分 那当然你能够想象 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个概念的话 那你知道普世教会就是缺乏后半诀的教导 他就是强调神的爱 神满足他的公义 但不强调就是神根本的时代计划 不是只是满足这件事 是回到当之前那个的光径 就是能够与神并存 但是当人的罪剩下之后 我们不解决我们的罪性 我们的毒根的话 其实我们只不过重复又重复 做回阿当会做的事 就是怀疑神的命令 怀疑神的律例典章 当神不是给足够的证据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倾向邪恶那方面的发展 懒惰那方面的发展 放弃那方面的发展 当神留一空间给我们去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是选择去相信 而发展我们自己的优质 从阿当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 原来神一留空间给我们去相信的时候 让我们去做任何这些选择的话 绝大部分人是选择怀疑 然后还要自以为意 我们看到阿当和神的对话 我们就理解了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神开始了整个人类计划 就是仍然是那句 人能够成为神永恒的居所 人能够与神并存 所以神就赐下这个约柜 成为一个最大的赤金石 而开始了他的时代计划 这个时代计划很简单 就是神的方向 首先由人按住神的方向 去选择自己的人生 第一点很明显讲的是人的个人方向 第二点这个是根基而已 因为你搞定了自己个人方向 不能够似神的 所以去到第二步就是人为别人而活 这个我们就是讲教会的方向 就是我们在教会这个社区当中 我们彼此服侍彼此认罪 我们同心合意互相卫生 我们彼此扶持底下 我们去成长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什么 是教会的方向 让我们脱离一个个人自私自我王国的框框 开始进入去成长到 似神的第二步 第三部曲就是伟大的方向 就是我们讲的城市和国家的方向 城市和国家按着神的旨意的方向 但你会觉得 那为什么神要给一个这么大的方向给我们 仍然是最重要一个理由 神创作亚当的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祂似神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伟大的方向后面 就是神时代的方向 就是神的形象 人拥有神的形象 拥有神的心思 拥有神的心肠 才会认同神的时代方向 看通神的时代方向 以及愿意卫生去参与神的时代方向 因为神的时代方向 直成就是神的慧格 祂的本体 祂的形象 会作出的决定 会作出在人生当中的工作 所以原来去到神的时代方向 我们根本就是借着与神同工底下 去慢慢拥有全面的神的形象 而这四部曲就是我们所讲的 原来人生一出世 由BB仔开始 按住这个四个方向 去不断成长 而当然神的时代方向 就是将人类带到能够成为神的居所 成为圣殿 而最重要就是这个圣殿 能够与神并存的最大证据 就是神的约柜 神的同在可以在这个殿上 历史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去证明给我们看 解释录第14章第16节 那座在云上的就把念都涌在地上 地上的庄格就被收割了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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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与众缘无皆交通 然得主是恩将光照我心省讲 我一生奔跑 遥往二路不走错 今将一生风在弹前 心识放 欲主居上 敬拜是否多向往 愿真实现在 不拘过往 不再遇上 我一生得主 引领道路得关怀 愿我伤 尚在主的圣索 永远量 永迷因主振光 我愿远够他与伤索 见着我主心的优美 要效法主终极 得可尽量主天光 永远量 isolating 不孙owania 不孙 ember gained controls 感谢观看